字幕君 事實上你在這個 很年輕的時候 你就在那個 民歌西餐廳駐唱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一開始在那麼 好像十六七歲嗎 十七八歲 十七八歲 我也不過少了一而已 十六七我十七八嘛對不對 十七八歲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時候 想要去西餐廳駐唱 其實就是 我就是想找一個地方唱歌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對歌唱有興趣了 對 而且我覺得你那個時候 也是以全台灣為工作地點 因為你不只是在台 沒有那麼大 北台灣 差不多 而且很特別的是呢 在這些不同的城市裡面 來這個走唱 不是說走唱了 蕭敬騰他的交通工具 那個時候是 是 Motor Cycle Motor Cycle Motor Cycle要拼子就難一點囉 好...算了... Motor Cycle會唸就不錯了 OK 好 所以你就是機車歌手 對 機車歌手 因為他那個時候年輕嘛 就是一部機車 吐整個北台灣就對了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他還把他的琴啊 放在摩托車上 對... 把你的Keyboard嗎 對 就怎麼綁 怎麼弄啊 不用綁啊 就放著 那他不會掉下去 會掉 是啊 那怎麼辦 所以要小心 所以要小心對不對 因為騎機車 還要怕你的Keyboard會掉下去 所以也是滿辛苦的 但是唱得也很高興 高興 但是當然啊 就是他自從這個 上了這個超級星光大道之後呢 你那個薪資就是歌唱酬勞 就水漲船高了嘛 漲了大概幾倍 好像有...就是有漲 但是我沒有去注意了 你也無所謂嗎 沒關係 沒關係啊 這麼好啊 但是... 但是我知道你在最後一次 駐唱的時候 心情還滿複雜的 對不對 對 因為那個時候你要專心就是說 進入演藝圈 然後你可能出書啦 然後你要發片啦 所以就沒有辦法 在西餐廳駐唱了吧 那天的心情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聊 心情喔 就是又...就很開心又... 又就是很捨不得 開心的是 開心就是要起飛了 要起飛了 真的 一個這麼好的一個起飛的點 對不對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機會 然後捨不得的是 就是那一個環境啊 跟同事 可以不要去飛的... 對 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